房价这么高 房子很难买 为了吸引民众的目光 台北市中山区居然出现了非常特别的卖屋广告 你来看看 全部用红帆布手写 上头案还写着呢 外表朴素 内在 实在 好比乡下的姑娘 让很多民众很好奇 原来呢 这都是地主的点子 外观朴素 内涵实在 您猜出来这里在销售什么吗 告诉大家 这是一个建案的销售现场 就位在台北市中山区的精华地段 用最古老的方式来做广告 可是非常吸睛 这样桑古拉的卖屋广告 简单用红帆布上头把价格 房屋特色优点统统写出来 让不少经过的民众很好奇 比较乡下的地方吗 有感觉吗 有看两眼 因为字蛮大的 想出这样另类的卖屋广告 就是他 吴蓉冰 同时也是这一栋房子的地主 对啊 我自己写的 所有的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 我们整个外观都是磁砖嘛 所以我强调我这个外观朴素 可是我瑞还很实在 自建自寿 吴先生不避讳地说 他的装潢 建材格局 通通都只是中等而已 不过最大优势就是价格 比起旁边知名建商 宣称自己可以便宜大概8到10万 以最小评数20评算下来 可以省个160万到200万元 但可能销售方是真的太怪异了 目前为止开卖了半年 还没有一副成交 看到这样的卖房招牌 还真的是倒退三部 不过屋主自己很有信心 只是这样阳春的卖屋法 还真的是见仁见智 不只在台湾有 在美国也有民众拍到另类的广告 上头写着斗大标题 这边是农场 上面写着里面有动物 动物会制造好笑声音难闻的气味 还有交配等等 除非你可以忍受不然 不要在农场旁边买房子 也意外引起美国网友的热烈讨论 只能说卖屋的花招百百种 能引起注意只是第一步 还是要房子物件货真价实 才能吸引买主真正愿意掏钱上门 中文宣传唐一辰 台北采访报道